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是狐福奇社 今天给大家做这一套是Vendai Namco所推出的 葬送的福利连的半身像的周边产品 那这是一个限定版本 所以它多了一个新美尔的铜像 那先简单说一下葬送的福利连 它是2023年第四季播出的动画 那我自己的话呢 是奇幻文学的爱好者 就像有些朋友一直不懂 为什么我在哔哩哔哩的字界里面 有写了一个奇幻文学 像龙羽地下城 魔界三部曲 龙族 罗多斯岛战绩 这些呢我不敢说我看得很熟 但是我都是有涉略的 那这种魔法精灵的事件呢 一直是我很憧憬的 尽管我今年已经到大叔 我也只能当个路边的打铁匠 NPC吧 它的售价 我买到是1800块钱台币左右 我还是觉得它非常的值 因为它大量致敬了原著里头 应该说动画片里头很多的彩蛋 好了提太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周边好了 那我们第一个就先来看这个主人公 福利连 福利连它是手持一本魔法书 在整个动画片里头 它是一直都在收集魔法书的 后面则是一个驱动魔法之后的一个特效 这个部分的话呢是一个通明件 可以看到我们手在后面 那底座的这个部分呢 则是可以变出花海的魔法的这个满满的一个花园 那么手指稍微有一点点的干扁 那手臂后面这边有一些分魔线 这个就是很小的一个很小的毛病 以这种尺寸的玩具来说 其实它并不是很大的缺点 那后面的话呢 每个人物的后面呢 都是关于它的重要彩蛋 这是第一代勇者小队的四个人 肤色来说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蜡黄 但是大家不要用那种几千块的那种那种产品的数值去看它 你现在看这四个平均起来一千八百块钱台币 一个也就四百多块钱来一点点了 那我还是比较喜欢它的一个彩蛋的部分 你看你要转到后面才能够看得到 同样的这种设计的话呢 在其他几个人物也是一样的 费伦福利连的一个最得意的弟子了 这边的话呢是一个像是透明蝴蝶 那这个蝴蝶的话应该也是去制定到他后面的这个头部的装饰 包括他后面这个地方 这里的话呢是休塔尔克赠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吧 如果没有记错 那这个大岩石这里有个破洞啊 这是他在修炼期间福利连在教他魔法的时候呢 请他去击穿的一块大岩石 所以说我是蛮喜欢他这种这样一些细节啊 然后埋藏在人物的设计里头 那这根法杖的话呢 这个材料做出来跟目前因为我有在拍COS嘛 这个跟现在能够看得到的 买得到那种魔法 魔法手杖的COS道具的这个质感 看上去还真的是非常的接近了 然后费伦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眼神 我真的觉得这个面雕 我觉得做的比福利连还要再好一点 福利连也不赖 但是你要跟费伦相比的话 对了顺便提一下 福利连这个眼神很有趣啊 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角度是在看书的样子 你给我把眼睛遮住一边 他就看着看着远方 现在我们看到修塔尔克 说实在话 我一直到了整部动画快看完的时候 我才记录他的名字叫修塔尔克 因为我觉得他的名字真的很差 那他的后面致敬的彩蛋 就是他击倒了一条红龙 其实呢 像我这种是看龙女地下城入奇幻文学的人来讲 会觉得你一个人类打倒一头红龙 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了 那由于他是被击败了一条红龙吧 所以就看上去有点搞笑的一个眼神 不过这个也不是重点啦 我们还是看一下正面 这个修塔尔克的肤色相比 费伦跟弗力帘的话就更加的蜡黄 其实是感觉是不是很好看 不过眼神的这个刻画做的还算是比较好 是比较锐利的战斗形态的修塔尔克 斧头倒是做的很好 这个质感 对不对 黑色跟这个分色来说 应该说涂装做的很好 都没有异色 至少我手上这个是 最后的新没有铜像 这个石头的感觉 我觉得吧 做的还可以 眼睛的话其实还是有刻画 但是我不晓得镜头里面 能不能大家能够看得清楚 那他所附带的一个 仅有的一个配件道具 就是一束的这个花圈 让我们也为这位拯救世界的勇者 给献上我们的一份心意吧 那其实葬送的福利脸 在播完之后 他的热度到目前为止 我看了一下 好像还是非常非常有讨论度的 那他在阿乌拉出现之后的话 我每个礼拜可以在我的社群网络上看到他的各种梗图 然后前一阵子的话 在台湾的台中捷运有一个随机杀人案 那里头有一位健毅勇为的年轻人的话 他身上有挂了彩 甚至脸上都受伤 那他在接受表演的时候 甚至还提到说 如果是勇者心没有的话 应该会这么做 确实是一部非常有正能量的作品 那现在回忆起来 虽然已经完结了三四个月 但是只要闭上眼睛的话 就可以想起很多里头 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名场面 那这一套的周边的话 我是在逛玩具店的时候 就临时看到 不加思索了就把他给带回家 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